美国欢迎的微信团 6月11日时时裁定 总统拜登的好心肯定 因为质毒 非法买成 又没有老实 三个座名都有成立 上当会逢关于25年 他也是头一的 在今来的假日逝世 逢破行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现在不拚人心 肯定的定罪 没有可能影响他的选情 美国总统拜登的好心 杭特拜登在他在家康 德拉瓦州的威明顿出席 向卫星团认定 违反承知特业者持有 称投的法律 全部三项罪名 包括对持有联邦政府 消息虚客的称海电源 共北策 用联邦机构 拿出称机申请时 做无实在的表达 也加上第二项一般年 10月12日日三 有特兴基金 这次使用特兴基金 持有非法出席的称 全部都有权 破阁創下美国的首相 投一个在位总统的资论 让破有权的记录 向着拜登三项当罪 会面临上官 25年的兜行 到75万美金 超过2,400万代表的法环 对这些事情 拜登也发表声明 表辞会接受 破阁结果 国际小孩苦路上手的时候 继续尽动 司法庭书 拜登在一日 特别改变形态 在全基金 都跟兄 跟航特赖一下 拜登在出社 发生顿基型的 称机关系 做一个访会表辞 要严格调查 各位请的背景 81回拜登 一声比较这么多 第一次赤河 先失去 他的政务跟女孩 大小孩 没了也滴到 脑涼过心 现在小小孩 可能没喝酒 做爸爸的拜登 的烦恼是当人的 为了比较 家族形象 又在受胸 航特在 切雜出镇的时候 放到顶上 但航特的官司 一定会变作 拜登跟川普 落个日子 投机党 总统辩论 攻击的目标 是不是 冲击拜登 连日的路 也有太观察 公知新闻 深入媒便宜